一说起西洋参啊 很多朋友也都这个有疑惑 除了上面这位朋友 不少人想问一问 都是补气的 一般说黄旗补气 西洋参补气 而且性价比黄旗好啊 那我直接就用点便宜的 性价比高的黄旗就行了 西洋参就靠边呗 这个黄旗和西洋参呢 都是补气药 但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西洋参是良性的 他适合于气虚而兼有热相的人 而黄旗是温性的 他适合于气虚而怕凉的人 黄旗您上期说黄旗人嘛 尊荣人 少气懒言 神皮乏力这样的人啊 那有没有西洋参人呢 西洋参人呢 就是往往是什么呢 气虚的时候 应许比较瘦一些的 不怕凉 怕热 是有神皮乏力 但是呢 如果要是凉快一点 他舒服 这样的人用西洋参为好 西洋参还有一个特点 用西洋参的话 一般都是心肺气虚 而黄旗 肺脾气虚 西洋参